那么对企业而言的话就是 作为一个成为一个国际化企业 一定是要走出去的 我们在走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面临了很多很多 现在特别是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这个抬头 会有很多这个障碍 但是呢 你无论如何 就是你自己企业要通过几个创新 来突破这个困难 COVID的困难 真正的走出去 比如说在技术创新方面 要特别强调 具有自主制产权的这个知识的这个创新 那么在这个品牌建设上 一定要打造这个世界知名的品牌 而不是简单的做一个代工 一定要坚持在创自主的品牌 更重要的我认为呢 中国的企业应该探索 能够适应全球的一个管理模式 让这种模式呢 能够推动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 让海外的消费者 更多的认识中国的企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